因為現在的國內的產能 已經到谷底 而且陸續的再開始回穩 像現在南部的天氣 就是很適合整個雞蛋的生產 而且禽流感在地方政府一起共同努力底下 那也已經控制 那或許農民會開始逐漸的 在國內的生產開始回穩 但是在這個回穩過程裡面 你需求還是有一段不足的部分 那感謝行政院各部會的協助 我們昨天已經針對現在開始到年底 我們有開專案的進口 這專案的進口除了既有的本來 可以進口的日本、美國、澳洲以外呢 我們又包括土耳其、泰國、菲律賓等 還有包括巴西這些國家 那現在已經確認除了澳洲 每個禮拜會有固定的雞蛋進口以外 那土耳其的兩百多萬公噸 也已經確定會裝船開始來進口到台灣 那近日我們泰國、菲律賓更近 那相關的檢疫跟衛生證明程序走完之後 在下禮拜呢 應該會有一兩百萬顆以上的雞蛋進來 那我們持續的會用這個專案的進口 來補足短期的這個補足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是 感謝所有的蛋農現在的護養增養 大幅度的來進行 我們相關的數據呢 都呈現 國內的產量已經在開始回文當中 我們還是期待透過國內來滿足 所有雞蛋的這樣的一個供應 以及個人從來 бел來平內的作 Franz 我覺得她可以問幾碟 其還是一些樣貼的 感谢观看